将军以一己之力用马超打上巅峰第一的潜没 遇到巅峰第三的猴王清帝 两大重量级绝活哥再次撞车 上次以潜没联手两个三体人被挤棍敲碎 这一次掏出压底箱英雄能否复仇重攻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BP环节时清帝看到128段发育路爬针对 第一时间锁猴后扬言截止已定 就这样两人都十分自信开启了新的碰撞 然而当开局王昭君的支援使得潜没出师不力 于是请求队友 而潜没有了队友支援后顺利搬回烈士将老夫子送回老家 但很快发育路二打二敌人杰拿下公孙黎 明显清帝方更胜一筹 看到上路有优势后老夫子自知不是潜没对手 三分半赶往上路想骚扰曹老板被对面留下 潜没趁机推塔却遭遇两人包夹 刚想为平击碎两人就被强行迫降 顾国后一塔被反推对此潜没颇有怨言 而清帝这边打开节奏后 队友抱团入侵 清帝想对公孙黎动手为其蓄广一枪逃之夭夭 于是清帝再次前来中路 这次终于一棍将其开 接着顺势推中一塔 双方爆发团战 最终二花二 复活后开了大龙 清帝这不真的是丝滑 兄弟们要也想有清帝一样的操作得有台好设备 像我新换的手机操作起来特别流畅 就是救的不好处理 对比的一圈还是转着上门回收更方便 冷门机型也不愁 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 面对面估价现场打钱 我们就平板也一起回收了 两台设备还卖了七仙多 前倒仗了工程师才走 特适合咱们这种想卖闲之又嫌麻烦的人 总之听我的 回收平板笔记本相机 去转转就对了 此时浅墨也想绕后拦截报上次之仇 没想到没怎么摸到清帝就给拿下 来看看浅墨视角 看到猴子如此凶猛 浅墨十分郁闷 没碰到他 换了 复活后清帝率先开暴军 对面文姓赶来 霸道的力量确实猛背几人唯欧一轮好过 好在敌人结单杀一心 接着顺势压中路 公孙李指引看了一眼差点暴霸 最终对面看到猴子如此暴力不得不放弃二塔 紧接着压高地清帝见谁敲谁 配合敌人结又留下曹奥 而浅墨这边已经发起投降 直呼难受 哎呀我 这真难玩啊 此时清帝方又压向下路高地 浅墨本想收割一下老夫只被冻住被清帝收割 看到有两面线感觉无望 没了 打不了 不过清帝几人拆掉两座高地由于队友没状态撤退给了希望 然而刚松口气 清帝再次开大龙压掉最后一座高地 队中还是未能报仇成功 浅墨直呼小丑 下一把真小丑说说 另一边清帝扬言多亏有我 江城发挥有点差 我四分钟给他让红 他这把发挥是挺差的 没有我这把要说